这是一对涡轮涡杆 常用于两个交错轴之间的传动 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传动方式 但这并不是一种固定的搭配 比如这个涡杆 它可以驱动两个斜齿轮 涡杆也并不是一定要和涡轮相配 比如这是一个涡杆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涡杆来驱动它 涡杆的传动也并不一定是转动 还可以是平动 这是两个垂直交错的涡杆 我们推动其中的一个涡杆 就能带动另一个涡杆水平运动 我们下期再见